我学习过很久的 某些那个 某些pass或某一些部分 那个东西就是我强点 或语言很强的人 他在语言那个部分来就比较强的连接 那这个 那某些部分就比较弱的连接 那scale free network 这是比较属于理论的部分 那连接的数量 那这个我想我也不看看他了 那整个看来 那 那这是我借用别人的一个图了 就是说 原来的social network 它是连接人跟人之间 不管在facebook或是在哪里的人跟人之间 那可是在 加上我们刚才谈到的overlay 那有各种不同的semantic 我们在internet这个架构上 有各种不同的semantic 加上去overlay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跟另外其他什么东西 都可以连接起来 像我们在做RFID或做UID的时候 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一个物件 我都可以加在 都可以连接起来 人物 国籍的观念 虚拟的观念 真实世界 虚拟世界 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个 你有一个semantic 然后做一个应用 就是这一个overlay就把他们通电源接起来 所以这个 你有的时候用那个概念 有了overlay的概念以后 你有很多应用 你都可以在你自己的那个level 加一个lay自己去了解 然后做一个 做你适当的overlay 在这个lay上面 你有哪些overlay就可以了 OK 所以不管是search 或者是你要做广告 你要做合作 要做各种不同的整合 或者是做最好的个人化 都可以借由我们刚才谈到这几个概念来做 所以就网路上面有些帮忙 那就跟我们brand的这个相连的话 也同样可以有这些机会 好 那我们现在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就是possibility 那这个是 也是那个webintelligence的consulted 他们在做BI的这个 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 林宏教授 这个宏宁 在日本的 中国大陆去的 他是这个部分的权威了 那 他也是这个webintelligence的consulted 所以后面这些事 也是借用他的这个 就是基本上他们在做这个 web定义的时候的一些 未来可以做的部分 那 就webintelligence可以support哪一些 最底层的internet level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protocol 最底层的 然后再下来的 multimedia presentation 再上来的knowledge level information knowledge 最上面的application ubiquitous computing social intelligence 所以就跟他做一个比较好的分类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但他们就从网络架构到 基本上social 这个intelligence 那这些还有无所不在 有biggitous 那这些一定是最上层的 那知识层呢 data知识 这个其实跟network protocol很像 这个network protocol是application layer 这个presentation layer presentation layer就是做knowledge的这个 knowledge layer 然后呢 multimedia他特别把它做出来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们是在做functional mi 要做这个 eeg 那里面那些 很多很多多媒体的讯息 要做分析 所以他们特地加了一个 这个多媒体的这个layer在这里 那那所以 所以他们 就他们而言呢 就是用 用很多新的这个仪器 方向的MIE 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还有 还有进阶的这个IT的技术呢 然后呢 impending revolution 把这两个领域结合 那这两个领域结合的时候 最主要是要 了解跟发现 human intelligence model 了解我们 人的认知上面 或人的行为上面 或人的智慧上面的model 是 怎么样的用web intelligence 来 来 来互相 来互补 那 所以 所以人的自 那如果我们能产生 一个wism lab based intelligence system 那最好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就我们希望 能够把人脑上面 人的行为上面 某些东西呢 来用来改进我们的web 当然我们可以用web的 这些东西来去帮忙 那个研究 研究人脑的 这些各种这个 得到functional mi 的这些 这些data 去做data mining 那比较更能够做的 我觉得更好的是 我们可以把 这些了解过 就在做人的行为的 这 的model里面 我们了解它的架构 了解它的流程以后呢 这些东西 我们最后我们的web 还是用在人上面 那更符合我们人脑思维的 这些 或者是人 更符合人性的这个web的系统 就是这个 就是叫wism-based wism-web-based intelligence system 而不只是artificial的 intelligence system 不是人工的智慧 而是真正的我们人的 人的智慧来做的这个web的系统 那这边当然就是领域的集合 有machine intelligence human intelligence social intelligence 做整个 social network 这些东西 通通 整合起来 那变成我们这个web的intelligence 那然后加上 脑的这个brand science 脑科学 或brand informatics 那然后那里面 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技术 很多我们有一些 在data mining里面的技术 或者人工智慧里面的技术 都可以用到 当然系统的技术 也是要用到的 系统的这些技术 那这个 那social network 里面当然有很多 social network的技术 包含了这个社群啊 包含了small word啊 几步就可以找到它 那我要搜寻的时候 比较快点找到啊 那social的agent啊 groupware 这些东西 通通的当然都是 都是可以帮忙的 那这几个领域呢 webintelligence fundamental要 那里面可以做实作 可以做验证 如果我有这个系统的话 那brand informatics 所以这两个 这个有点像我们web的fundamental 跟web的新兴技术了 就是这两个 就基本的 利用基本的技术 去做实作出 比较 比较有智慧 更高层 高层的这个系统 然后再互相验证 那brand informatics呢 它就 就是也可以做研究 也可以产生新的model 来帮忙我们 在web的fundamental这个部分 然后呢 那web的这个intelligence系统呢 可以帮忙我们分析 brand informatics的 的这个资料 然后 互相的support 这个我想这个 这几个 这几个 这些领域之间 大家可以互相帮忙 那 那这个中间 当然这个 其实我们前面 有稍微看过了 就是前面得到data 经过了这个 knowledge的grid 这不一定是grid的 就knowledge的分析以后 产生了 影像 波动 等等的资料 然后最后 后端 这个 智慧 这个social的东西 在做行为 在做分析 那由于这两个领域的 这个 一起协同合作 synergy 就是一起协同合作 那 那我们更容易分析 或了解 这个资料 还有这个 知识 data 知识 还有智慧 intelligence 智慧 wisdom wisdom 是比intelligence 更高一层 我们说 现在不是讲 intelligence 是讲wisdom 就是 就是更 intelligence 是基本的智慧 wisdom 是 这叫中文 要怎么翻 wisdom 比intelligence 要高 你讲出来 是智慧的话 intelligence 只是讲 有知识的话 会写 会写 这个演算法 会写 这个 这个是 intelligence 我说 swung intelligence 好像 这个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那这些东西都只是 怎么讲 蚂蚁智慧 蚂蚁演算法 这个就是一种 或swung intelligence 一些群聚的 这些演算法 或基因演算法 那些都是 都是智慧的 都是intelligence 可是 wisdom 智慧语录 讲出一句很有智慧的话 所以我们 现在 这层次更高一点 虽然 虽然离 离大还很远 但你可以把目标 设在那里 那 以后 以后电脑都比人有智慧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智慧的 大部分人都有 intelligence 没有wisdom 这个 这个 到wisdom 就非常好 最后 当然就希望 有human level的 web intelligence 这个网页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逛一下 就web intelligence 的consulting 这个 有几年了 这是一个组织 他每年有办会议 之类的 有出几本书 那里面的研究 当然有很多可以做了 那在我看来 这几个课程里面 我们下一次要开课的时候 大家会做这几个 infrastructure connection的这个部分 跟所有内卧结合的 这个connection的部分 modeling 然后modeling部分 是一定要做的 modeling 因为一定要model 我们刚才谈了几个overlay 或者所有内卧这些东西 都会形成很多 新的层次的model 然后呢 行为behavior behavior semantics 所以semantic web的这个部分 那些技术 像这个rdf 或是这些 semantic web的 用来当做工具 来帮我们来做modeling 这个部分也是会做 就以我们的这个背景来看 这几个部分 我认为是我们 职工的人 是可以做的 所以在那课程里面